国足成不了气候是有原因的,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,国足都是失败的,如果不从根子上改变,再过百年,足球在国内也还是一个绣花枕头,不经看更不经用。 足球作为第一体育运动,需要以下一些特点,一、体能,现在国内经济发展速度快,生活水平好,在个头上和体格上,国足不差,在吃苦耐劳上却差太多,一个个养得像小白,除了婴儿肥,还有婴儿嘴,吵着闹着,有一点点成绩,就会伸出神仙尾巴,要这要那。 二、技术,说这技术真的不敢攻勒,球技烂,爱玩球爱圈粉丝,别人踢球显神技进球,国足踢球,玩球技玩球,绣花枕头。 三、环境,生活在温室中的花朵,纵观世界上哪一强队,哪一支队伍,队员哪一个不是强悍而神勇,在球场上轻松踢完赛事。 四、国足行吗?踢一场球,个个内城瞎工似的,个个长得小鲜肉般的身材,娇艳动人。 四、前途无限,一个事业,如果不是真心热爱,跟前亲,这个事业成不了气后,国足不是明星,却有明星的待遇,一个个冲着钱拼命,有钱可以踢甲球,有钱可以玩飞人,秀神技。 可是,对于事业,对于民族荣誉感来说,真的不值一提,所以国足就是根子上的前球,为钱而来,国足的事业现阶段来看,没有明天,很多年前,中国的篮球一样让人吐槽,但是随着各种俱乐部的介入,很多球员拼搏于国内外各大球队,不断地提高技术技能,现在慢慢让人感觉到了起色, 国足有哪一位大咖可以拿出手呢?不比钱多,请站出来走几步,所以,国足是不是根子上出了问题,是不是应该从乡村和军旅生涯中找队友,只有以心为了球,为了事业,而不是为了前途,如果不想吃苦耐劳,一切为了自己的鲜花而来的人请远离。